歡迎收看金陵天下 MF总裁乔治艾瓦表示 现在金融风险加剧 所以在今年全球的GDP成长率 恐怕是很难保三了 另外末日博士罗比尼他也说 明年可能会涌现一波相当严重的衰退 到时候经济会陷入相当危险的 百慕达三角洲 而另外电子业普遍陷入库存调整的风暴 但是盘面上的太阳能族群 骨匠却是相对有称的 国内太阳能两大指标场 包括联合在深耕元金 在四月份将会调升报价 会不会引发族群新一波的涨价潮 还有以经营85度C文明的美食KY 董娘金鲍要全数的突托持股 引发市场的揣测 那么今天骨匠的开盘15分钟 就被打到了谍停板 内盘有超过1400张是等着要卖 那么深报转账 真的都会造成股价的下跌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台大天机博士曲建仲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杜金龙 大家好 分析师纪伟明 大家好 好 威良 一个周末 末日博士提出了经济方面的警讯 MF总裁乔赵爱王 他也是提出了警讯 为什么都是比较负面的展望 其实我们一般在看全世界的 经济展望的时候 有三大主要具有共性力的研究机构 其中之一就是INF国际货币基金 这次提到就是说预计2023年 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会在三个百分点以下 事实上以历史的长期 平均水准来讲话 全球经济成长率 大概就是在3.8% 所以以这个为一个基准水平线来讲话 今年绝对可以算是低速成长 其中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过去长时间我们知道 美国的利率甚至全世界的利率 都是维持在一个长期低利率的水准 可是经过了去年史无前例 真的是史上最暴力式的升息 去年美国一口气就是升息了17码 再加上今年又升了2码 这样合计高达19码的幅度 在美国即便是历年来的升息循环当中 这个都算是非常激进的紧缩措施 所以现在美国的经济体 其实非常的脆弱 我们知道你从长期的低率水平 然后几乎没有太多的缓冲时间 就快速把利率水准拉高之后 这个对于个人 家庭 企业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这个就会让很多的问题 接踵而来 而且浮上台面 因此末日博士卢比你就提到 在明年经济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 那卢比尼之所以叫做末日博士 其实他最成名的一战 就是在于金融海啸之前 他成功预测了 那到现在其实十几个年头过去 当然常常很多人说 末日博士他始终就是那个末日博士 都看得比较空 看得很空 不然为什么叫末日博士 但始终一天坏了 也是会准两次 但是我们就怕 不会这个真的是那个第二次 如同金融海啸2.0版本要出现 他会不会说对 他说明年的经济的状况 好像会步入到这种百慕大三角洲 什么意思 升息之后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冲击 第一个因为经济严重的紧缩 所以个人家庭企业收入会减少 第一个冲击的面向是在收入 第二个部分资产的价格 也会承受压力 第三个就是 因为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之后 其实只要你有举债 你有杠杆 其实这个债务的成本 当然是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收入 资产 债务 这三个面向加起来的冲击 也可以说是三方夹杀 就是这个所谓的百慕大三角洲 所以大家只要盘点一下 自己的资产 你就想想企业也是一样 甚至国家的状况都是 所以现在这种金融体系的脆弱 就是要面临生息之后 所带来的后遗症 我们看到最近最明显 就是德意志银行成为下一个 金融界关心的焦点 这个等级应该是说 从矽谷银行到瑞幸 到现在的德意志银行 有点像是一个比一个大咖 一个比一个重量级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银行 资产高达1.337兆欧元 可以看到现在市场 对它非常没有信心 因为上一次这个瑞幸 这个AT1债券直接剪记为零之后 现在这个风波开始延烧了 因为不是只有瑞幸 有发AT1债券 德盈也有AT1债券 那投资人没办法等 这后面万一你也是突然 这个不及防的宣布说 如果突然打消至零化怎么办 所以现在市场已经提早开始出现 大量的抛售AT1债券的风潮 所以这个就冲击到德盈 那也代表它未来的融资成本 会更大幅度的提高 再来则是我们观察到 这个CDS的价格 最近快速的飙高 那CDS价格越高 代表就是德盈的信用风险也越高 也就是说它的信用是持续降低的 所以这个显然就是说 现在市场的信心非常之脆弱 因此在上个礼拜五就看到 这股价也是雪崩 一天跌幅最多来到了15% 对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这整个 不管是欧洲的银行业 或者说美国的银行业 其实整个现在金融体系 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当然像过去 只要有这种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一些新兴市场的体质 一定会被拿放大镜持续的检视 这一次依照国际信贫机构 标普全球的看法 他认为借贷成本提高之后 对于拉丁美洲的风险 是特别大的 比起其他的新兴区域或新兴国家 拉丁美洲企业违约的风险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的体质也比较弱 而且过去两年经历了 也是暴力式的升息 举个例子来说 像巴西在过去的两年 他总共升息调高了11.75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这个会让现在 他的一个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大幅增加 最近看到他们的违约率 也的确在攀高当中 所以如果说国内很多投资朋友 也去买一些所谓的 高收益债券基金 就是你的信用平衡是比较低的 讲直白一点会比较不好听 就所谓的垃圾债券 非投资等级的 如果有投资信心市场 尤其是如果有比较高的比重 放在拉丁美洲 真的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们现在的违约率 已经在拉高当中 这个债券价格 有可能会受到直接的重创 所以穆迪的经济学家提到 就是说为了要让现在的 市场信心稳定下来 投资人要必须看到 美国政府愿意做出 更高额的承诺跟担保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 放在银行的存款的保险 它是有一定的限额 现在其实美国的立场 看起来还没有办法让 所有的投资人信服 吃下一颗定心丸 所以他强调就是说 应该要让所有的储户都知道 你所有的存款 不论金额多挂 一律都会得到担保 我就给你担保 完全不用担心 完全不用去考虑这个限额 这样才能够去平息这一场风波 同时也强调 FED绝对不能再升息了 因为这一次就是升息的重拳 其实就是打在金融体系上 让整个市场变得非常的脆弱 如果说欧洲跟美国 现在金融市场 危机都还没有解除 那么接下来整个股市 是不是会处在比较震荡 包括台股也是这个部分 对 虽然说现在预期 美国的升息可能是剩一码了 不过说实在的 没到最后关头 其实谁也说不定 因为这个其实升息的预测几率跟幅度 随时也都一直动态在调整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参考就是 过往历史上美国升息循环的 这个股市的表现 其实在停止升息之前 也就是黄色这一条线 作为一个分界点 左边就代表了历年来 好几次升息的循环过程里面 只要这个升息还没有结束 没有正式的画上休止符的话 其实你各位可以看到 这几条线代表就是 不同年份的美国股市的走势 它大部分都会呈现震荡 就是跌升可能会反弹 但是反弹之后 可能还会再下沙 它不是真正的稳定 直到升息结束之后 也就是黄色线的右边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股价的走势 它就会开始比较明确的 缓步走升 对 就是回到一个多方的格局 所以我想其实 投资股市 尤其是美国很明显 它的最佳甜蜜点就是在于 升息结束之后 然后又还没有进入到降息阶段 因为如果真的是降息 有可能考量就是 经济有衰退风险 对 所以以最近的 美国股市情况来说 因为这么多的风波 其实大型机构反而往往有一个 法令上的要求 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有最低持股 所以为了要降低 它的投资组合的波动性 只好去买进更多的大型股 因为毕竟现在体质比较弱是小型股 债务违约风险比较高的也是小型股 股价比较容易暴跌的还是小型股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大型机构反而资金 涌向大型股的状况之下 今年S&P500指数的涨幅 其实只有小涨大概3.8% 可是像灰达大涨将近9成了 苹果也涨28% 微软也涨17% 这些代表了就是典型的大型股 它的波动风险毕竟是比小型股来得低 而且体质绝对是强很多的 更何况就是说 最近的整个信用风险来讲的话 其实小企业不论是它的一个股价 或者说它的一个债券违约 都是双双受到打击 反观其实在国内的情况来说 比较不一样 台股最近反而就是小型股比较活跃 没有像美国这样子是小型股 有杀戮风暴 我们是小型股比较活跃 为什么 因为今年很明显 那支在撑盘 投信 以去年来讲 投信所有基金都输给大盘的表现 所以今年大家要血耻卷土重来 所以就发现 部分有题材或有业绩的中小型个股 仍然都能够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逆势上涨 就像今天也很明显 反观我觉得大型股影响为主的 集中市场的指数 进入到4月份之后 恐怕还是会受到美股的影响 因为毕竟美股现在还没有 完全从这个逆空风暴中走出来 所以外资没有回头加码的前提之下 集中市场4月份预估 应该会是以区间震荡的形态为主 这个高低点的部分来看 压力当然目前已经接近 1万6的整数关卡 要突破有相当的难度 而且如果是要站稳站上 那才是真正具备有攻击的意义 否则如果突破没有带量 或外资没有买超的话 也可能形成是假突破 至于说低点的支撑 就观察在3月份的这个低点 因为这个低点 其实就是借由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所打下来 所测试出来的利空低点 所以这个低点其实 除非有更大的金融风暴 或金融事件发生 否则暂时应该是不容易跌破 因此预估4月份的大盘 应该是相情区间 以中小型个股表现为主 好 港尾两代我们看到 在德意志银行 拉警报的情况之下 目前欧美股市这个金融危机 是还没有解除这样的一个风险 不过相较于在美股 最近是由大型股在表态 那么台股则是中小型股 比较有这个亮眼的一个表现 不过今天在盘面上 还有一个族群 就是太阳能族群 它的股价是相对比较抗跌的 而且我们说到 这个两大指标场 联合再生 还有在合金 因为他们是包办了 国内六成以上 太阳能模组的事战 如果说到时候 它的报价寒涨的话 那么文明 是不是其他的业者 也会更近 我认为我们这一波 在看太阳能 特别是在今天大盘 在拉回回档的过程里面 太阳能族群表现 相对比较强势 代表它的背后 一定有它的原因跟故事 而今天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传说要涨价 而这个涨价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它是从哪里开始推动的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要理解到 现在的全球环境之下 它就是一个ESG当道 我们要用绿能 我们要用再生能源 我们不要再烧这些石油了 所以变成是未来 无论是我们看到 现在的太阳能 还是我们的风电 这些题材都会持续不断的 在我们台面上面做轮动 而这一波最重要的 就是在太阳能的市场需求 非常的强劲 而推动这个需求强劲的 一部分就是来自于 上游的原料 多精细 我们要了解到多精细 跟我们在做这个 晶圆代工的单精细 是不一样的 而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这边有所谓的 疫情的问题 所以导致了多精细 这里的供给 其实是有慢慢掉下来的 在过去好几年里面 多精细的价格 大家就一直在打价格战 中国这边不断的丢产能出来 可是在去年 这个价格稍微回落了以后 我们原本认为是说 这个地方 它的供给稳定下来 那报价可能就是指稳而已 但不对 从今年以来已经大涨超过三成 所以当今天上游的原料 持续在涨价的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的这些太阳的模组厂 原本他们想说 如果你涨幅价格没有这么多 没关系 我们来吸收 我们希望可以维持下游客户的订单量 可是你已经涨了三成 我吃不下来了 你是不是要帮我负担一下 所以就传出了 要开始调涨了 而两大指标厂 就是联合再生跟原金 那在四月会开始 陆续的调升它的报价 那目标当然就是要拉起 这个材料的涨幅 你原料涨多少 我们可能就反映了一部分 在我们的报价上面 那当然也会带动 其他太阳能模组的一些报价 那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的是 这个太阳能电池 我们一定要理解 台湾是非常大的 太阳能模组的出口国家 那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可是你说现在中国大陆 被美国封杀了 所以你接下来 你要去做太阳能模组的进货 你不从台湾拿 我们真的想不到 你要从哪里拿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太阳能新装机电量 这个新装机电量 可以来到351GW 因为最主要是一方面 它的需求本来就是在成长 另一方面去年的装机量 非常的低 甚至有出现些微衰退的状况 所以一方面它机器比较低 另一方面它需求又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年增竟然高达53.4% 很显然的 今年的太阳能的 这个太阳能模组市场 它的成长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只是成长的多 或成长的少而已 而成长的高低 最大当然是亚太 中国这边的装机量 很显然的一定会比去年高 非常非常多 再来欧洲跟美洲的需求 也都会维持强劲 而从股价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不讲联合再生 也不讲援金 今天其实贸底 它这个是我们全球前十大的 太阳能模组厂商 前一阵子的股价表现 就已经非常强势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一阵子 它忽然就拉起来了 但是今天消息才出来 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为什么贸底 它要这么值得拿出来讲 其实在整个太阳能的模组 电池跟模组板上面 有所谓的P型跟N型 那P型的话 它的转换效率 大概是22.8左右 22.8 那可是现在我们贸底 已经推出了所谓的N型的 这样子的转换 它的转换效率 可以来到23.5% 不要觉得只差一点点 这个差非常多 转换效率提升了 没错 可是问题是N型 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它的成本比较高一点 但是贸底克服了 它的良率 现在已经拉到了95%以上 所以现在它的转换效率 一方面比较高 成本跟P型也差不多 所以它就能怎么样 有效的拉升客户的报酬率 更有利于开拓未来的新市场 这也反映在他们的股价上面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支 大家对于太阳能上面 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安吉 安吉这支股票 它的营收结构跟一般的太阳能模组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的太阳能模组只占它八成的营收 虽然仍然是非常高 可是它有两成的收入是 受电 也就是最近我们一直讲到 什么智慧电网 我们要强化我们的电网 所以其实它的营收来源 会相对的只单纯卖 太阳能模组还要来得更加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稳定获利的机优生 我们来看这边 这个是茂迪的过去几年里面 从2015年以来的EPS 茂迪的EPS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它最多可以一年亏掉一个股本以上 12.61一个股本以上 那你说去年这样子赚 赚0.73好了 赚它非常有想象的空间 2020年才开始转亏为盈 转亏为盈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获利 是非常大的巨幅波动 可是我们刚才讲的安吉 它是获利的自由生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过去里面几年 你看除了2016有小亏以外 大部分在最近几年的获利EPS 大概都是在两块钱的水准 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有售电业的收入来源 所以它的获利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你今天把这个获利 去跟他们的股价去做比较 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想要去操作稳健的 虽然它现在股价还没有表现 但你一定不会想要等它喷起来之后才卖 你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太阳能类股持续的喷出 而安吉还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它就是可以留意的 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是说 有很多的原物料最近也是一直涨 对 因为库存降低了 所以这个原物料的这个报价就往上涨了 因为去年其实大家的库存一直堆积 就是需求不振 可是在最近很多的贵金属价格都出现反弹 像是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在黄金 白银还是薄金 这些贵金属的涨幅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个样子的报价回程 对于台股一定也有某些类股 是有受惠的 我问问委民 这个你也是涨很多吗 为什么感觉上这个涅变得很抢手 因为现在就是传出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竟然上演了这个涅的部分 会有偷天换日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小魔原本店的这个涅 到最后竟然变成是石头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了 涅是哪一个 涅是这一个 特别因为其实涅在去年 我们看到了妖涅事件 对不对 价格涨很多 不只是涨很多 下来也非常的快 那么其实在今年 我们可以看到涅价在一开始是 沿路的下跌 所以也导致了很多的机构在做空 可是当你今天价格跌到了某个像是地板价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做空的人要开始回补 而回补的力道 你一看到价格涨上来 另一批做空的人又想要回补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价格其实出现非常明显的反弹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在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了这个非常的夸张 因为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里面竟然发现在荷兰的路特丹 有一个认证的仓储里面一部分的镍竟然被掉包了 变成石头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 这真的很夸张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信心 因为这个LME的仓库 我们要知道这些实体的商品 他们其实在进仓之前要开所谓的入仓单 他们要检测说 你这个是真材实料的 符合标准的你才可以进去里面 可是现在这个被掉包的苦主是谁 摩根大通 俗生的小摩 他花了四千万 买了镍竟然变成了石头 而这个东西代表什么 代表镍价有价值 被人家偷换走了 你如果今天没有价值的东西 谁要去换 可是另一方面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 上海的这个期货交易所 镍的库存也是大幅降低 所以在目前的话 他这个库存水位 已经去化到了去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虽然二月初以来跌了28%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短期内 他有非常强力的弹升 所以也导致了伦敦的涅价上涨 等一下我们后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相关的概念股 还有一个金属 我们也提醒大家要去做留意 就是关于铜的部分 铜价在未来一年 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机构 认为会持续的飙升 而现在的铜价 目前大约是在九千美元 这个水准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已经算贵了 铜价为什么重要 因为铜有所谓的铜博士之称 铜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业原料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铜价 持续在涨的情况之下 代表全球的工业需求 这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有哪些股票 是值得我们去做留意的 黄金铜价 这些报价在上涨的 相关的概念股 有哪一些可以做 首先第一个就是光阳科 这个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其实是所谓的贵金属涨价的概念股 因为他是做把财供应商 他会去做一些贵金属的回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从去年以来 他的股价就是一路的往上走 这个地方也算是稳稳的 虽然在最近在盘整的过程 可是至少他的形态算是漂亮的 另外的话像是金居 我们刚才讲的铜价涨价 因为他是在做铜箔基板的原料 铜箔 当今天铜价上涨以后 他的这个利率 毛利率的空间就可以拉开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多头形态 那么另外我们刚刚讲的 贵金属涨价还有什么 你一定要抢到的就是 废弃物的处理厂 所以你今天在做这些回收的厂商 他们的股价形态 依然是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科学 那最后的话滑星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涅价 妖涅的题材 就是在滑星 虽然在第四 他们公布了第四季的财报 因为有一个业外亏损 所以导致了一根跌停板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档股票都守在季线之上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操作原则 就是我们今天只要看到股价 没有跌破季线的话 那拉回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季线附近找到买点 我们只要看到原物料 能够持续的上涨 没有出现反转的情况之下 这个方向就是投资朋友 可以去做留意的 当然我们要看台股 接下来这个走势 这景气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参考的指标 国发会公布的景气灯号 从去年11月开始 一直到今年1月连续三个月 都出现了这个象征景气 比较低迷的一个蓝灯 所以我们要请教杜老师 按照国发会他们的认定 去年1月已经是 景气循环的达到高峰了 那么之后就进入了 这个收缩期有15个月 所以认为说在下个月 也就是4月份的时候 就会看到谷底了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您认同吗 我们现在点数是 将近1万6左右 我个人认为下个月 应该不会跑到1万2 所以这15个月 应该有待商榷了 那我们看到这15个循环里面 你看那个第二大循环 以前最长的扩张期是96 这个周期是111 第五大循环是最长的收收期 59个月 那也是96个月 那这一次它宣布的 所谓的扩张期是71个月 那我们按照前14次 它的扩张期占整个总比例 大概是72%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71个月把它倒算的话 大概我们这个周期 应该是98个月 98个月的话 扩掉它已经宣布的71个月 应该是多少 27 这是我们大概说 国华会这一次公布 而且这个扩张期跟收收期 刚好都是在第二名 因为第一名是96 那这个收收期27 这边有一个37 所以大概是第二名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第15大循环 因为从13年前台股 涨了13年多 那我们在股票市场 有一个叫神秘的比例 神秘的比例 就是说我们以前最有名就是 我们那个636 涨到1268了 涨了4年多 修正2N加1 2N加1 就是大概9个月 那这边的话 从3098涨到这个103 10393 涨了13年 2N加1 19个月 那这边341涨到这边 6年多 2N加1 13个月 那我们这一波 从13年前 涨到7年的一月份 它就是高点在这边 13.2 2N加1 27个月 这么巧 刚好就是27个月 对 我们就想说国外会那时候 立委强迫他赶快宣布 他看到这个节目 反正就倒算71个月赶快宣布 这非常巧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 下个月以前的说说几说 15个月 那你这样的话看起来不像 那有比较大的可能 就是在明年的3月份 刚好是27个月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第七大循环的谷底 大概是这样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台股 到底会不会涨 其实还是要看这个群王台积电 台积电接下来的走势 尤其在巴菲特摩咒546的部分 其实很重要 对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我做台积电还做满顺的 那我们看到台积电 这一次在这边504 因为我们在1月30号 那个跳空缺口刚504 那他这边撑住了 再涨上来 那这一次我们大反不是 弄到15921 很老季就21 那晚以后 如果说大盘要再上去 当然台积电就要突破546 那如果说我们认为 大盘只是在1Q是相对高点 2 3Q要做详细整理的话 那台积电应该会 去跌破这个504的一个 所谓的第三个跳空缺口 这样的话 整个大盘就会做修正 如果说台积电突破546 那当然大盘就会挑战 我们的整个更高的万六之上 所以一般来讲 台积电是我们最主要的 一个标点 那这一小坡 我们知道因为是台币升值 那外资期货跟限货一起 而且买台积电跟联电 让整个台积电从504 涨到那一天的539 539 那像今天的话 大概跌9块钱 因为今天有很多限制股票 他已经落到那个 那个大管 这个经理人身上 像魏哲嘉配了400多招 所以今天相对就卖压比较重 好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台积电的创办人 这个张忠谋 他其实最推崇的就是摩尔定律了 因为他认为这是这个全球半导体技术 可以推进的这个重要的规念 不过我们来看到 提出半导体界重要定律 摩尔定律的这个英特尔的 共同创办人摩尔 他现在过世了 不过这个也让张忠谋觉得很难过 他说我的半导体第一代 共同奋斗的朋友 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所以我们要遣连到这个曲博 说到这个摩尔定律 现在市场上都会认为说摩尔定律已死 不过回答指引长黄仁训就说 其实摩尔定律已死 现在已经是有解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说有些使用这个效率不高的人 来做这个设计的软体 不如让电脑甚至是GPU来编写软体 他认为说AI就可以 克服摩尔定律已死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这个摩尔定律大概就是讲 18到24个月 就会让这个增加一倍的 这个电晶体的密度 而且因为这个电晶体越来越小 所以成本会越来越低 这是主要当初这个Golden Moore他讲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黄仁勋执行长 他的意思是什么 事实上摩尔定律的瓶颈 是可以靠这个人工智慧来设计晶片 可以突破 那这个我们把这个技术称为 电子设计自动化 这个就是所谓的EDA 这个是应该大家有听过 那这什么意思呢 设计的工程师 就是IC设计工程师 他用这种硬体描述语言 注意其实它是一种软体 那因为这种软体是用来设计晶片 晶片是硬体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称为硬体描述语言 它其实是一种软体 来设计这个机体电路 因为机体电路是硬体 所以是用软体设计硬体 将这种复杂的晶片设计过程自动化 那讲一句白话意思就是说 用电脑设计电脑 注意前面这是软体 你也是用电脑 对不对 后面这个设计晶片也是一种电脑 所以就是用电脑设计电脑 这个大概就是电影里面讲的魔鬼终结者 时代要来临 科学家研究发现 经过这个训练机器学习的系统 在晶片设计上 它的表现是有机会 在未来超过人类 那么这个研究结果 被发表在自然期刊 这是最近的事情 对 那心思科技 目前还没有超过人类吧 是未来是有机会 对 未来有机会 这个期刊应该是去年的事情 那这个心思科技的执行长 Synesis 他事实上就是做EDA工具 非常有名的公司 他执行长就讲过 他说人工智慧设计晶片 性能可能会在未来十年 提高一千倍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将来用这个 人工智慧设计晶片 事实上会比现在的人做得更好 虽然现在还做不到 那另外也有一间公司 就是所谓的Cadence 易华电脑 这两间是竞争对手 他也推出这个 人工智慧晶片的设计软体 所以我想大家都朝这个方向 至于到底是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我简单复习一下 各位要记得 这个晶片上面的最小单位 是所谓的电晶体 刚刚也讲到电晶体 密度会增加 记得这个是一个晶片 实际上放大的 这个电子显微镜的照片 电晶体是在最下面 这个是电晶体 那电晶体 它上面有很多金属接角 要串起来 要布局或绕线 我们讲绕线就是用金属线 把它串联起来 那因为一层的金属线 是没有办法密度很高 所以现在的记住都是 一层一层往上堆 所以要堆很多层 这个照片是20年前的照片 20年前就做到6层 现在大概可以做到30层 从6层面30层 就跟摩天大楼一样 对 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电晶体跟电晶体要联起来 如果你全部用一层导线的话 那个晶片就会做得很大 你要缩小的话 就必须把它立体堆起来 就跟我们的那个房子一样 大家都要住平房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只好用高楼大厦 往上盖 对 往上盖 对 所以所谓的布局绕线 指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些导线 把这些电晶体串联起来 那整个电路的设计流程 主要有三大流程 第一步叫做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就是 制定这个晶片的规格 你这个晶片到底要做什么用 那接下来就进入 所谓的前段设计 就是所谓逻辑设计 逻辑设计就是要定义 这个晶片的功能 你必须用那个程式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硬体描述语言 把你要设计这个晶片的特性 用语言把它写出来 那做好之后 要进入后段设计 就是所谓的实体设计 实体设计 就是真的要把它转成电晶体 放到这个细晶片上 这个就是所谓的实体设计 实体设计里面最重要的步骤 第一个就是平面配置 就是要放这些电晶体 你要放什么位置 这有点像我们买那个房子 我想有些观众 有去买过这个预售屋 预售屋会有那个平面图 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要做所谓的 自动布局跟绕线 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就是绕线 绕线 然后最后才做所谓的验证 这个DRC跟LVS的验证 这个DRC称为设计规则检查 就是要确保你这个线路是符合台积电的制程 或者是符合英特尔或三星的这个制程 那再来这个LVS称为绕线与图示 实际上就是这些线路图 那我要特别强调 下面一页告诉大家 布局与绕线实际上 它就是一种图形在处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现在人工智慧可以做的地方 所以这个左边这张图 就是一般我们IC设计 在布局的时候用的 你会发现人布局的东西 都是整整齐齐的 但是整整齐齐的布局 未必是最有效率的 也就是晶片在这种条件下运作 可能不见得是它最好的效能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 IC设计他们做的 就是人所做的这个布局的部分 对 这是示意图 那个自然期刊的这个文章给的图 概念上人布局的就是这样子 很整齐 对 他们现在开始试着用人工智慧 让电脑去做布局 所以右边这个图 就是电脑布局出来的结果 它是比较不规则 它是不规则的 可是理论上 规则的未必是效能最高的 所以它刚刚那个意思就是说 未来用电脑 人工智慧来做布局跟绕线的时候 它有机会提升晶片的效能 做得比人类更好 那这样我就不需要把电晶体缩小 对 我们本来一直强调未来 就是要把电晶体缩小 对不对 那这样效能就会变高 可是已经缩到不能再缩了 那摩尔定律就停下来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会说摩尔定律已死 所以未来就是要用这个人工智慧来布局 就有机会把这个效能提升 不要排那么整齐 但是反而效能是好的 而且这边有提到 让速度可以再进化 对 所以这个图简单讲一个结论 就是早期我们这个讲到人工智慧 第一个就是下这个西洋期 这个西洋期可能的这个状态 有10的123次方 这个次方其实已经数字很大很大 那到了这个所谓的阿发购 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那个下围棋 围棋的可能的排列组合 有10的360次方 这已经是天文数字 可是实际上 各位知道现在的电晶体 它这个在晶片上面 有高达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个电晶体 这几百亿个电晶体 要用布局绕线绕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placement 就是布局 有10的9万次方 这个是天文数字 真的吗 所以这用人是没有办法做到最好 所以我简单的 10的360次方 这10的9万次方 对 那甚至将真正的晶片 它的可能排列组合还会更多 所以简单的结论就是 现在的工程师 因为它的排列组合实在太多了 现在的工程师会画的 其实就是那几种 把它串起来会动就好 未必是它最好的效能跟状态 所以用人工智慧 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就好像人工智慧去处理 围棋的问题一样 就有机会直接提升它的效能 而这个制程不需要再缩小 刚刚取博 但我们看到人工智慧 现在已经可以打破 这个过去大家认为 可能摩尔定律已死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这是已经以经营 85度C闻名的美食KY 现在董娘 金爆他们要全数的出托 持股也造成了这个股价 在今天被打到跌停板 是不是真的申报转让 都会造成这个股价的往下走跌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谢谢到摩尔定了 Zither Harp